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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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玉是不是太有才了 她不仅退了货 还多拿了百分之二十的钱 你说 我问你 你这怎么做的 小苏 天生生幼儿开始了 快出来啊 你们看吧 你也去啊 这不是你最喜欢看的节目吗 这里我差不多了 快擦完了 好 看 去吧 你看你啊 这个碗都快被擦爆了 心情不好 是不是 又想起周超了 今天 我同学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周超 快不行了 你给我打了个电话 把你調到外联罗去 没怨我吧 没有 怎么会呢 白总把我调到外联罗 是给我锻炼的机会 那就好 坦白地说呢 我很欣赏你 最近迪迪老在我面前夸你能干 他在你身边的这些日子 还真学了不少东西啊 白总 您找我过来有什么事 就尽管吩咐 我想在股东大会上提议 恢复你今日公司核心 而且提名让你做副总经理 过两天你就可以走马上人了 白总 子天啊 如果你跟着我 我会让你实现所有的能等 包括你敢做的和不敢做的 心情不好 子天 我是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我突然有一种罪恶感 我用谎言去满足自己的快乐 我对不起小叔 还有公司的事 我真的不想卷进这些逗争 觉得没意思 可是这是你自己的家业 你必须要守住 所以我就注定不该有自在的生活 你也不愿意 紫天 我真不愿意 我这个荣誓 你能够不客气 我今天已经不愿意 我再去的 我呢 我看过你 你真的很清楚 应该死去 еще 你不愿意 去做他的上帝 子天 我难受的时候 只能跟你说说 不过你别担心 明天睁眼起来 我还是会战斗的 喂 我还是会战斗的 咱们扔了 不出来 我还是会战斗的 那是在打电了 我还是会战斗的 当然 我还是会战斗的 我就会战斗的 我还是会战斗的 我还是会战斗的 这件事 我不是怎么打的 事物 就要 这件事 我还是会战斗的 那些事情 在这些终于 我到底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 高兴也没必要总写在脸上吧 你总不会认为这次的升职 是我安装帮的忙吧 当然不会 我相信这次是靠我自己的能力 赢得了你爸爸的青睐 对 那这是否就证明了 我没有把夏天的秘密告诉我爸 对吗 对 子天 你的疑心太重了 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你 可是我希望 你能稍微收敛一点 我不想我们两个人的日子 是在怀疑和解释中度过的 好吗 其实是你想太多了 好 也许是我想太多了吧 可那是因为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你了 童年的你 在我脑海中留下太多的影子 可是现在 我觉得你身上的秘密越来越多了 很多事情都是在帮向天 我说的不是文士的秘密 是你自己的 我的上 你心里究竟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 没事吧 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 没没没没 没事儿吧你 小心一点儿 你最近怎么了 这两天好像活都不见了一样 心不在焉的 对不起 哥 看什么 快找东西把它扫干净 快啊 听塔塔说 小崔每天晚上都哭醒 还带着耳机听一首曲子 说现在不听都睡不着觉 你 你说什么 再说一次 你 你说什么 再说一次 我说 我想把这笔奖金 给大伙花了 能不能放一天假 让大家出去散散心 动机 你的动机是什么 我觉得 咱们超市的人都不快乐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高兴起来 阿玉啊 我知道你是好意 可是你看看你还年轻 又没有女朋友 又没有结婚 那以后你要孝出你父母 对不对 辛苦赚来的钱 攒起来吧 不 其实我完全赞成阿玉的想法 你看 如果每个员工都像你这样想 帮我分忧的话 我岂不就可以舒服很多吗 对不对 我 我支持你 我一定找一个最好的度假屋 怎么样 谢谢 谢谢 老谢 你儿子生了副总 我竟然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老谢 有什么可蹊跷的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年轻人是该有点追求啊 年轻人是该有点追求啊 好 我 算出那个 老师 老师 来 老师 爹 老师 找你 拿那么多 吃得了吗 你当我们是大胃王啊 没 别说那么多了 我觉得还不够 再多拿一点过来 还有什么没拿呢 快拿 吃得完吗 你拿那么多多丢人啊 哎呀我说啊 要是能吃你多吃点啊 你哥打算把给阿玉先都吃回来的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吃那么多 怎么样 能吃出问题吗 哎老婆 那个不吃你给我啊 喂 白小姐 小翠他们正在度假 什么 这前两年太能吃了 刚吃了三十只 这又一样 我跟你说啊 为了不暴露自己 我是忍饥挨饿 您放心 我二十四小时地叮嘱他们 你不会白辛苦的 就这样 你这是要去哪儿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一直在讨论 我去哪儿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我还是在哪儿 我看起来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一会儿一起玩 一起玩吧 我看你这挺好的 你不是还在写个周超的事吧 没有 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秘密吗 这就是其中之一 这整个福利院都是我出资赞助的 这里的所有人都以为我是文先生 孩子们也都很喜欢文 只有在这儿 我才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 单纯 快乐 无忧无虑 你该不会是坐我印象天坐上来的 总有一天你会变回自己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让他起来 没睡吧 我都吃飽喝足了 还闹着要四处逛逛 今天挺开心的 好久没有大家一块出来闹了 那我怎么觉得 大家都很开心 唯独你一个人不开心呢 瞎说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们闹吗 小岁啊 如果不开心你就说出来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们闹吗 今天 是她的投契忌日 我知道 你们出来玩儿其实都是为了陪我三心 特别是你 但是我真的高兴不起来 你知道 投契的传说吗 老人们说 人走了七天之后 会回家看看 看看那些惦记着她的人们 真的 如果她看到 那些想念她的人们 还在哭哭啼啼 她会舍不得回到天堂里 只要当人们 重新开始习惯没有她的生活以后 她才会放心离开 小岁啊 是时候放下了 不然周超不会安心的 谢谢你 阿玉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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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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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小碎 我们又见面了 想必 是上天的安排吧 孙大胜 你怎么会在这儿 刚刚有个人在这儿弹琴 你看见了吗 他去哪儿了 除了我以外 谁还能弹得出这么优美的旋律 你 小碎 我知道你喜欢这首曲子 所以我就夜以即日地练习 我要用爱的音符打开你的心扉 此生此世 只为你一人而弹奏 我不相信 你再弹一遍 你 你知道哈 这不是每次都有情绪的 下次 下次我一定跟你谈 你会从我的音乐当中 听到我心碎的事 听到我心碎的事 我心碎的事 周朝 是你谈的吧 谢谢 我听到了 做副总这么重要的位置 你怎么轻易地就答应了呢 这都是我应得的 看来白景天还知趣 那你应该事先跟老夫人汇报一下吗 是夫人把你送出国外留学的 又是夫人在文士集团 给了你这么重要的位置 到什么时候 都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哪 出国留学 那是因为能陪着向天 进文士 那是因为能做向天的挡箭牌 你说什么 您知道我现在在文士得作了多少人吗 这些本来都应该是向天来做的 文老夫人 之所以能让向天在那边陪女孩子时 为什么能想过 就因为她知道 她要让我在这边跟白景天对着干 然后呢 让向天以一个仁慈老板的身份出现 明白吗 你想的太多了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应该踏踏实实的工作呀 我知道吧 您放心吧 我会踏踏实实工作 我也会努力的 我可没有向天那种资本去挥霍去浪费 我知道 我从小靠自己的打拼自己的努力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 我不会请你放弃 你知道吗 文士现在已经完全被白景天掌握了 白景天深知只有我才能跟她对抗 所以现在她要撕破脸皮来轻松 可是文家 你看看文家 她明明知道这一点 却连一生都不敢搞 你说这些我都不懂 我只是有一点 不能做对不起文家的事情 你爸爸我原来就是一个穷光蛋 如果没有文老先生收留我 就没有你爸爸我的今天吧 您的命不是任何人的 是您自己的 你是我的儿子 人家对我有恩 咱们就应该知恩图报 我不是你亲生儿子 我没有意味着他们家当牛座吗 你爸 他昨天跟我弹那首曲子了 谁啊 周超呀 周超 我昨天听见了 他肯定会来找我 跟我告别来了 你看着我干吗 我昨天做了个梦 梦见我跟他说 我很喜欢他 他很高兴 然后就弹了那首曲子 给我听 肯定是他弹的 我听见了 特别好听 反正 现在我没遗憾了 我来到超市这么多天 承蒙大家的关照 我特别地感激 所以我想为超市 做一点贡献 我呢就发现 超市有一点点的问题 我画了这个流程图 给大家看 表面上看来呢 超市就只有营销和采购 这两个主要的环节 其实呢每个环节 都是相互关联的 那如果有一个细节 出现了问题的话呢 就会出现浪费 就达不到这个 节约成本提高利润 哥 听阿姨说话 好啊 来来来 坐下 坐下 咱们就调定了 我从来去 你也不想要你 我现在知道 我们又偷了 我朋友都 Silicon Look 不错不错 肉没了 阿玉 再去烤一点 好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了 我都跟你说了 我是网上自学的 你骗谁啊 这种东西网上自学能学会的 你以前是不是在大超市干过 我服了你了 你看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不要什么事情都瞒着我 你瞒不住我的 你以前肯定在一个大超市里面做过 而且同事的职位 应该是一个比较 比较低层的领导职位 比如说 小组长 你看 你太厉害了 你看 够快吧 下车了 下车了 多少了 下车了 下车了 来 下车了 别跟活了啊 活够了 累死我了 该工作挣钱了 累死了 大不漂亮 老K竟然说话了 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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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死我了 大成 你想死我了 塔桃 塔桃 我错了 塔桃 我错了 你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 解释什么呀 你一直揪着我以前那点事不放 原来你有更厉害的 现在媳妇都找上门来了 你就是个大骗子 塔桃 不是这样的 我跟她我们俩就是娃娃亲 我们俩一点感情没有 我就是为了争取婚姻自由 我才出来打工的 胡说 你跟她一点感情都没有 她就能为大老远的找你 那都是让她爹逼的 她爹逼着我到畅门 继承家业 那她爹是干什么的 杀猪的 好动 好动啊 算你识货 这个呀 可是俺家的传家宝 宰猪乔猪全用它 俺爹说了 十里八乡的竹剑 俺这刀 连哼都不敢和一声 那你刚才说清楚 取消婚姻 必须的 大成 大成 大成告诉你这好消息 咱们俩现在就可以回村办事 俺爹把新房 都给咱们俩准备好了 别别别 你先放开 东瓜脑袋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崔崔说啊 对 沙沙 我 我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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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瓜脑袋 等会再去嘛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桃桃 是东瓜的女朋友 是东瓜的女朋友 对 桃桃是我女朋友 我们俩相爱了 赵大成 你个没良心的 赵大成 听着 屎脑袋 拜托 是人 你 你 要 这 都是人 我 要 家人 我 已 脆脆走之前 你就先住这儿吧 阿玉 我回来之前 你一定好好帮我照顾桃桃 如果桃桃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也不想活了 好 我答应你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脆脆走了之后 你不能再翻桃桃的那些 沉芝麻烂骨子的事了 你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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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砍一架 您这刀也太不及时了 爹 对 对不起啊 请问您这把刀到底值多少钱 我从小Q的工资里扣 然后赔给你好不好 阿玉 这是传家宝 是无价的 阿玉 反正俺不管 俺就带来你们超市 等大城回来再说 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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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劈 여 阿 我们超市最近来了一个女孩 她一直闹着要跟另一个员工结婚 但其实呢 她们根本一点感情都没有 滴滴就不一样了 她不是那样的女孩 她一直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她还留在你身边 就证明她一直在努力争取 不要让她失望 你现在怎么跟爱情导师一样 一天到晚神神闹着我 我又不是她的 我在超市这段时间 的确学到了一些东西 我看你该离开那间超市 以免越陷越深 其实我本来打算 从度假村回来就走了 没想到又发生了一些新的事情 你咋整好的 阿玉 阿玉 你可是俺的恩人 俺给你磕个头吧 别别别 东瓜脑袋是我的好哥们 帮你就是帮他 那你说 让俺咋报答你 那跟东瓜脑袋退婚吧 退就退 这可不是一个交易啊 翠翠 退不退婚 还得你自己决定 不过 你得好好想一想 你到底爱不爱东瓜脑袋 如果你不爱东瓜脑袋 还和他结婚 那就不仅伤害了东瓜脑袋 和桃桃这对情侣 更伤害的 是你将来会爱上的那个人 对吗 俺要见大成 我 俺要退婚 俺知道这样说你 会很伤害你 但是俺也没办法 因为俺发现 俺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也不要太伤心 其实桃桃也是很优秀的 我真的是伤心 我真是开心啊 走 至于俺爹那儿 你就更不用害怕了 俺就给爹说 俺心里已经有人了 桃桃 好的 我自由了 我爱你 我要和你在一起 过一辈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想留在这儿打工是吧 对不起啊老婆 借过一下 来来来来 应该这么说啊 我们认为 这个主意可能 不是太好 你要想想啊 你看虽然你和这个冬瓜 已经退婚了是吧 但是你们会住在 同一个屋檐下 对对对对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咱们这儿的人手 其实已经够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翠翠你看你啊 你那么有才华的一个人 我们这超市太取材了 俺不要钱 真的 真的 哥 这是人才你懂不懂 你说 我们现在超市里面 哪个人不服阿宇 他连翠翠都能搞定 他还搞不定什么 要是把超市给他管理 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哎 我小岁 是是 谁阿宇让你过来跟我们说的 啊 嫂子 这都是我自己的主意好不好 哥 你想 我们年年岁的超市 从开张到现在 一直都是小稳经营 都没有正规过 哎 话不能这么说啊 什么叫没正规过 我一直是按照文市集团的经营方式 在经营 那什么文市集团了 你真爱文市集团那样管理啊 我拿豆腐的撞死 真是 哥 嫂子都受不了了 你想啊 我们超市 为什么一直效益不好 一直没有办法壮大呢 这也都是跟 有没有好的管理 有直接的关系 那你认为 阿宇这小子就可以管理得好 绝对呢 为什么上次见面 你不告诉我你当了副总 这有什么不光彩的 我想干出点什么来再告诉你 你是不知道 现在这边局势可复杂了 我明白 按照我们的约定 你现在已经成功投靠白景天了 恭喜你 阿玥 阿玥 哎 正找你呢 哎 我们哥几个事商量着 这周末怎么给小翠过生日呢 是吗 你不知道啊 这周六是小翠的生日 那怎么过啊 哎 每年都是老板给过的 就是特别热闹 就是在超市里面 开个派对 大家一块傻乐 哈哈 多没劲哪 是啊 所以嘛 要让你帮着想个主意 我们这些人里头 就你最有主意了 哈哈 让我好好想想 哎 小翠小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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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翠小翠 哎 哎 哎 你这些人又来了 咋啊 他看阵天了呢 现在只是一个内部决定而已啊 我们还没有对外公布你升职 你怎么就管我要钱 不会吧 老板 我们的改革是必须的 我已经联系到 咱们附近一家最便宜的公司 帮我们重新设计 和制作一些新的海报和制服 要给顾客一个全新的面貌 不是我说你啊 如果你要做这个改革呢 不光是改个海报 或者换个制服这个问题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吗 这是个工作态度的问题 你看咱们这个店 现在不仅是有海报 也有很漂亮的制服吗 你不觉得吗 一样生意不是红红火火的吗 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的老板 我们现在这个行业 是讲究服务 顾客第一 要让顾客呢 来到我们超市 好像回家一样 给他们一个最贴心的感觉 好了好了 那这样吧 就不要管你那个感觉不感觉 你直接跟我说 需要多少钱 超便宜 七百八 七百八 你疯了那么贵 不可能 我真的有信心 老板 要不这样 先在我工资里扣 有 这话挺上道的嘛 好 那就这样 从你工资里扣 反正你那么有信心 也不怕扣嘛对不对 好 你说了算 马上执行 扣啊 接下来宣布 阿玉 为年年岁岁集团 年年岁岁超市公司 清水镇分公司 业务小主管 那下面请我们的业务小主管 来这里跟我们说两句话 谢谢 谢谢 感谢集团领导 对我的信任 尤其是 钱总 不就我们老板已经领导吗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不会辜负 钱总 和集团领导 对我的支持 谢谢 其他被拐卖的孩子 都已经找到了家 全被家长领回去了 只剩下小萌萌一个孩子 她也不吃饭 一直哭个没完 就只想见小岁姐姐 萌萌 小岁姐姐 姐姐在 乖不哭了啊萌萌 妈妈一定会来找你的啊 但是 因为路上很远啊 所以妈妈和警察叔叔 需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 才能够来到萌萌身边 对不对 乖不哭了啊 那我能找到妈妈吗 能 一定能 小萌萌一定会找到妈妈的 你看 连兔爷都来帮忙了 肯定没问题呢 萌萌睡了 故事睡着了 她就是想妈妈了 连开价两年多 也不知道家在哪儿 我跟你说 只要我看见那些人贩子 绝对弄死他们 就你啊 心肠那么软 就算只野猫 你都会停下来喂的 这不一样的 这些人贩子 尽是连畜生都不如 我当初就应该去学警察 见他们 就见一个抓一个 好了好了 走吧 小岁 过两天你生日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一个请求 能不能那天听我安排 但我哥想去孙大顺的餐厅 搓他一顿 那随你 有没有诚意啊 请人是你这么请的吗 那我怕你哥他们吃不着大餐吧 我哥他们像是那种 吹不到大餐的人吗 你 你 把 刚刚问我那话 再问一遍 我有个请求 能不能那天 可以 小岁 大哥 幸好啊 小岁呢 小岁 他没来吗 对啊 小岁没来呢 还没来啊 不会吧 这花真好看 喂 吃的在那边呢 吃的 等一等 你这个 也不像西茶的 东瓜 说你不懂你还真不懂啊 这个就是史上最流行的 越南菜 大决了 我现在正式宣布 今天是小岁的生日 要等他一起吃 吃吧 好 走走 来来来来 是下车 好 你带我去哪儿啊 你相信我啊 你答应今天都听我的 那我警告你啊 大公事日的 不要不要带我去撞出来 不然有你好看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来 好了 到了 可是啊 不许动啊 我一会儿回来 什么时候可以看呢 一会儿 别偷看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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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